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台南两名女子相约四号一大早 要到大洞山步道进行 下山途中却迷失了方向受困山林 眼见天色昏暗只好报警求救 而警方也根据了电线杆和讯号一查 发现两个人竟然已经从台南走到嘉义县大浦山区 警方边做笔录边松了口气 还不忘替两人排照存档 众人说说笑笑气氛相当轻松 但其实稍早前一同从台南突然打来的电话 可是吓坏嘉义紧销 原来是台南有两名女子 相约四号早上七点多到大洞山步道进行 没想到就在下山时迷失方向 两人兜兜转转找不到登山口 天色又渐渐暗了 担心恐慌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经理电线杆及手机定位等 才确认其已经深陷嘉义县大浦山区 警方获报一查 发现这两名女子竟然已经走到嘉义山区 还浑然不知 赶紧联络嘉义紧销 将两人在晚上八点多救下山 经远警 先以电话安抚情绪 并积极联系居住在附近的友人 前往搜寻 索性两人被救下山后 精神状况都非常好 也没有受伤 只是山区道路相似度高 登山时一定要注意路况 迷路也要赶快联络警方 才能避免意外发生 记者黄富奇 台南超博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